大家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之前的辽宁和广东的二番战巅峰对决 最终广东输掉了比赛 但是广东队的主教练杜峰却对于这场失败显得没有那么的生气 不像之前在发布会上,他有的时候会因为输球发怒 当时在赛后采访是杜峰反而是非常罕见的 与其温和地表扬了球员 觉得他们的拼劲还有比赛的态度都很不错 为什么输给了死对头辽宁 杜峰还这么冷静呢 因为实际上这场比赛某种程度上杜峰确实是留守了 杜峰已经预料到了这场比赛辽宁会跟他们拼命 因为上一场双方主力进出的时候 辽宁三分西败广东他们一定是想要复仇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杜峰倒是成功的B7锋绑 可以说是血藏了自己的第一大核心 而且他这么多有四大优势和利好 杜峰这场比赛根本就没有让马尚布鲁克斯上场 那首先的一点就是通过让马尚布鲁克斯休息 让威姆斯彻底的找回之前的巅峰感觉 因为本赛季两个外援交替使用 威姆斯每场比赛就能打20分钟 而且在遇到强队的时候 也很难得到更多的关键时刻的上场机会 只要有马尚布鲁克斯最后时刻在场 控制节奏的一定是马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威姆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逐渐生疏了和这些强队之间的巅峰对话 毕竟广东现在已经不是单外援了 所以这场比赛 杜峰是在把马尚的球权给到很大一部分都给到了威姆斯 他确实出现了9个失误 但出现了9个失误的前提是 他手上的球权比之前多了好几倍 你说要手上没有这么多球权 威姆斯会有这么多失误吗 不可能 所以他全场35加15的表现也是证明了 现在杜峰这场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让威姆斯找到之前的总决赛 在对打爆辽宁时候的感觉 当时他场均37分霸篮板五助攻 拿到了总决赛的NVP 可是现在有了马尚布鲁克斯压力小了 平常的比赛你说滑滑水就算了 但是打这种顶级强队 他的表现机会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所以说杜峰是需要让威姆斯先把状态找回来的 现在这个联赛制度下 双外援都必须有那种巅峰时期的表现 在季后赛才能走得更远 因为这是一场决胜 万一你哪一场你一个外援状态不好 可能就被淘汰出局了 那到时候再去找状态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除了威姆斯之外 杜峰还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利用这场比赛测试一下 自己的这些国内球员能不能消化掉 马尚布鲁克斯让出来的球权 之前只要马上上场 广东的四个队友们 基本上就是属于工具人 就是马尚布鲁克斯分球你就投 他要是不分球他就自己来 其他人就做好防守 去拼命的帮他拉扯空间就够了 而这场比赛呢 通过把球权让出来 让不少国内的球员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像胡明轩和徐杰打的就非常拼 得分也是都上了两位数 另外一边还能够看到 除了威姆斯之外 这场比赛队长周鹏 要不是受到犯规困扰打的 其实也很认真 可能除了赵瑞 杜峰对他的表现不太满意之外 其他的人发挥 基本上都已经打出来了 这几个后卫确实是广东队很大的财富 而提前把马上让出来的一些球权给到他们 也可以做到一个预案 就是万一后面又拿场比赛 马上状态不好 杜峰不是那么信赖他的时候 上其他人时 这些后卫能不能把这个球权分担下来 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 事实证明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而如果你不进行这么一次测试 不再打辽宁这种顶级对手的当中 去进行这么一次测试的话 你打那些普通的球队没有意义 因为别人给不了你这么高的防守压力 所以说只有打辽宁的时候这么做 才能够达到杜峰想要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重点 就是这场比赛 杜峰没上马上布鲁克斯 没上赵瑞 后面苏伟笑着回到了替补席 也没有再上 这个现阶段的广东 并不是完全状态的广东 更不要说杜仁旺的手感 也不是那么好 这三个人如果说能够发挥出 第一阶段打辽宁时候那样的表现的话 比赛的结果可能还会不同 所以其实杜峰手上的底牌 基本上是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广东的阵容就摆在这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打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杜峰想调整 想留下底牌 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 第四点就是 现在的赛季还很长 广东输一场赢一场 他也是常规赛第一 辽宁要想追上去 可能性也不高 那重点是在于辽宁是有变化的 广东是没有变化的 辽宁后面还会有一个外援来划 福哥和泰勒已经飞往中国了 那后面有了双外援的辽宁 他们的打法又会完全不一样 甚至于有三个外援 杜峰需要提前做好一些应对和预案 我不能把我所有的牌都先打出来 在你的牌还没有掏出来 你的底牌还没有爆出之前 谁先爆底牌呢 谁就输了 所以这也是杜峰的一个想法 你现在看就算再输 广东还是第一 杜峰确实做到了他想要的 到这边就算了